大家好,8090后的我们,大都在父母的帮助下买了房,贷了款,可能要还上二三十年 那么等我们还完贷款了,我们下一代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了,他们怎么买房 这是最近知乎上频频出现在我们时间上的一个话题 我们买房当了一辈子房奴,那么下一代呢? 底下有人回答,贷款是所有人生活中的一部分 我是这么过来的,我的孩子也可以这么过来 也有人说,现在想三十年后的事情是闲吃萝卜,但操心,三十年前还有福利分房呢 也有人说,现在房价这么高,不吃不喝一年都买不了一个厕所 背负几十年甚至上百万的负债,降低生活品质去做房奴,太不值得 小编认为,中国有两个时代,一个是暂时当稳的房奴的时代 一个是想当房奴而不得的时代,而我们正在进入第二个时代 小编的朋友最近也在网上看了很多房子 现在房子的价格确实不是太多 工薪阶层能够承担得起 在房价逐渐升高的背景下 一部分畏惧成为房奴的人选择了租房 但其实,租房才是真正的房奴 将租金交给房东,帮他还贷 租房,钱是给别人,而且月租会随着物价,房价,水准,初年上涨 而买房,钱是转移到了房子上 最终房子是你的,甚至还能是你的孩子的 只要时机合适,随时可以卖个房子,钱还是你自己的 我的一个女同事,80后,曾经也觉得租房挺好 因为他认为这样更自由 但在工作稳定后,才意识到 这其实是一种对责任的逃避 租房的房租都够买个房的约供了 于是他去考察了一番 在去年房价上涨前,在网上买了套小公寓 正式踏上了房路之路 只要想明白一点 房子是现金保值增值的不二选择 如果你有条件,还是可以下手的 写到这里,突然想起一个网上的段子 月薪三千元 你让我去买三万一瓶的房子 你在逗我吗 房价三万是城市的问题 但月薪三千就是你的问题 所以与其抱怨房价过高 不愿做房奴,不如多琢磨怎么赚钱吧 毕竟更多时候,租奴的地位还不如房奴高 亲爱的老铁,你们认为是这样吗? 感谢关注,欢迎下方留言